另外一方面注意到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呢 我這忙的妖命 他帶走他在旁邊看 來幫忙撥一下 好啦好啦 這排骨飯很好出捏 為什麼沒叫我老爸做呢 歡迎收看老烏料理研究所 研究你的日常好料 是 是 我們生活中呢 常常有一些東西 自己會被遺忘掉 真的 我最近常常遺忘一些東西 是 你說熟一熟 這樣子的話我等一下問你 你會不會做不出來 你都忘掉了 你是誰 我是誰 遺忘 吃的你不會遺忘 就是他 很常見啊 對 就是常見到 已經覺得習以為常了 你今天買的還是有帶骨的喔 喔 對啊 現在很多都不帶骨耶 為什麼 然後很多呢都變成什麼 日式豬排 可是當初也是日式豬排 然後這樣子慢慢改變的 這樣說好像也對 大家已經想說 日式豬排是沙杯 有的時候這個上面呢 就是放那個麵包粉 那個就是龜類在日式豬排 喔 有的會說 絲粉下去炸 絲粉就像那個炸雞排那個炊薑粉 然後還有呢 喔 就像鐵路變大 對 他炸完之後呢 又再去滷泡 滷泡 用滷在泡 喔 喔 叫滷泡 是 真的有這個詞 有簡稱裡面 年輕是不是很簡稱 那我也可以說這一個是 XX 就是 啊 要走我媽媽 要走我媽媽 對不對 喔 那你要 中間XX 台灣排骨飯起源於日治時期 源自於日本炸豬排飯 經過改良後 成為台灣在地小吃 炸排骨最早出現在台北西門町 該區當時是繁榮的商業中心 炸排骨飯逐漸在便當文化中 廣受歡迎 成為普遍的午餐和晚餐的選擇 台灣排骨飯當時有著 裹麵薑的軟炸方法 裹地瓜粉 或者是麵包粉的乾炸方法 並在便當店和台鐵便當中 廣受歡迎 嗯 好 我知道這個炸排骨 是走哪一路的 來 我們上食材 我們的這個 炸豬排的這個豬排 傳統的部分呢 會帶骨頭 然後現在這樣子的豬排帶骨頭 在賣場 很難找得到 所以呢 我們一大掌 我就爬起來之後 叫我老婆去買 叫我老婆去買 這也是鬧鐘 今天差不多囉 吃 吃 好 這個買回來之後 你把它這麼小塊 所以我們有個厚度 大約在超過一公分以上 因為我們要去拍打 第一個讓這個肉呢 比較軟明一點 鬆散一點 以及比較大片 因為炸完之後 它會再縮一點點 不過有個動作一定要做 你才不會炸起來變成這樣子 像安全帽一樣 有沒有 會膨成這樣子 就是這塊白白的地方 我先做給你看 像這個部分 你就在一個地方 只要這樣子就好 不要太深 先斷筋 先斷筋一下 除了湯老闆長這麼帥 應該生意會很好 活活媽媽們嗎 好假耶 我看你夾褲褲了 漂亮喔 我拚不肯不肯喔 斷筋斷好了 來 袋子 像這個袋子比較大對不對 放進來之後 把它鋪平 這個骨頭地方是不是比較厚 對 所以從這骨頭地方先敲 讓這個厚的骨頭地方的肉 往這邊跑 打是最重要的 第一個讓肉是平均的 厚度 兩面都需要 用袋子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 敲的這個肉槌 它跟它是離開的 不會卡髒物在上面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不會噴到到處都是 沒有把它打扁的話 你這個骨頭在砸的時候 熱度會不一樣 一定要拍它讓它平 然後不要到薄成紙 你看這個 就像這樣 哇很漂亮耶 像這樣 等一下呢 我們還有一個滷汁 滷汁是 這個裡面的 很重要的一個靈魂 來 這邊交給你 我們這個就是 扎扎實實的 教你說 傳統的做法是什麼樣 我總不會去買一個 半成品來說 這樣沾沾粉 就下去炸 很多人留言說 你現在沒有這樣子做了 原來就這樣子做 什麼時代 我們就是保留傳統的技術 對不對 對 我就不懂 十年後搞不好 完全沒有這個東西了 你還可以看我們影片 回一回 是不是 好 也拍得差不多了 我再來就是教你這個 滷汁怎麼弄 就是醃排骨的這個滷汁 來 幫我拿那個調理杯 裡面我會放 大約兩三顆的這個紅蔥頭 因為在醃完之後 像有過炸的時候 它就會有一個 紅蔥頭的香氣 就是這個古早味 好 然後再來就是 蒜頭不用多 三顆就夠了 來 胡椒粉 好 古早味還有一個 五香粉 我會另外加一個就是 黑胡椒 這個在裡面 好像一點一點一點 很多媽媽講 那個是油鍋的那個 炸的醬 不要激動 不要激動 粉絕對是在最後 那油耶 油也可以下去 沒關係 因為這個是讓肉去吃的 大家一定要記好 前面加粉 它就是阻隔了 吃不進去 再米酒 這是醬油 加進來 這個醬油膏把它倒進來 醬油膏本身呢 它不會像醬油的 這麼顏色這麼深 醬油膏的部分呢 它已經有點勾芡 勾好了 這個水是剛好 來 這個水 我用的是500cc的水 因為我這個量 我要讓它有泡的 好 OK 反正就是把蒜頭啦 跟紅蔥頭把它打勻就好 等一下 你好像有人問說 這台是什麼 這台是營養大師 鋼鐵寶貝喔 是的 這台是我代言的 其實很好用 是 這樣子 撥 然後放進來 不規則的喔 那你如果說我這個醃料水不要那麼多 可不可以 它血度就會比較高 然後最好就是 全部都要泡在這個醃料裡面 它才會完全吸收 你看這六片其實剛剛好 好了之後呢 往下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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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醬汁有燻喔 紅蔥頭跟五個蒜頭 這兩個都有一個燻的那種辣味在 為什麼我現在先讓它動呢 因為我現在吸的都是 全部都是醬料 我還要讓它 加一點粉進去 再讓它吸第二層 好 這個時候再來就是 太白粉 那為什麼加太白粉 不先加這個地瓜粉裡面呢 太白粉我們是不是在勾芡用 所以它碰到水之後呢 它會有一個濃稠度在 你看 就可以讓我們再鎖住 第二層的這個保水性 好 這個完之後呢 最好的一個醃漬時間 就是 一天一夜 那如果我今天沒炸完了 我可以冰冷凍嗎 可以 拿一個袋子 一片一片裝 把它鋪平 然後可以疊起來 就放在冷凍 要吃的時候呢 你在這裹粉 不過呢 明天再來說 好吧 我們先進冰箱 冰一夜吧 好 經過了一天一夜之後 我們也睡了一覺 它也在冰箱裡面睡了一覺 是 不過它比我們舒服啦 對 因為它我們給它滿滿的愛 多餘的這個醬料部分 我就先把它立出來 再來就是跟大家分享 有三種的一個做法 三種 對 第一種就是粉很薄很薄很薄 那豬排部分不可能沒有什麼粉 因為我們前面已經加了一點點粉 它必須要有一點點粉去保護它 對 所以在這個裡面 壁瓜粉 就撒一點薄薄的 一點點就好了喔 要讓它快速吸收 就這樣子 然後完全吸收 這一種的炸法呢 炸完之後 它稍微定型 可以放到外面的那個 堵汁裡面 炸過再去泡 進來之後呢 你稍微晃一下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你有沒有發現注意到 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我這麼忙的妖命 它帶走到旁邊看 來幫忙剝一下 好啦好啦 骨頭上面就夾骨頭 要記得要夾骨頭喔 另外一種就是 乾粉 準備這個 地瓜粉 放上去之後呢 手指頭 壓 這個角度壓 反過來 粉再把它弄均勻 然後再壓一次 你會發現它這個乾粉的量 比較多 上面就是有一層 地瓜粉的酥脆度 好那個幫我拿起來 喔就像這樣子 那泡到旁邊之後呢 它還會再熟成 然後這邊好了之後有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水烤一下 好 這個不錯 有概念 就是油鍋裡面的水太多 它溫度上不來 所以等它一下下 好來 再來部分就一樣再 下來 那小吳你是什麼 判別出來 它裡面的皮熟透 我通常判別啦 都聽個聲音 聽我老爸說拿起來 已經差不多了喔 再來要做什麼呢 絲粉 外面的脆薑粉 其實都已經調好了 裡面有的會加一點米粉 就是米漬的粉 這個 不要調得太濃 太濃 外面就一層這樣厚厚的那種 不好吃 所以濃度可以像這樣子 好 這邊是不是有點上色對不對 你不要把肉放到上面來 骨頭朝下 用這樣子的方式 讓骨頭在油鍋裡面 時間久一點點 乾粉就會呈現像這樣子 就是我們素薯粉 地瓜粉的這個顆粒感 也希望這邊教大家怎麼判別 有一點上色之後 我就會直接放到外面 讓它靜置 可是它外表部分呢 它還是在受熱 因為我們等一下還要再過一次油 我們常講的搶酥 它的嫩度就會更好 你如果持續一直在鍋子裡面 一路炸到它上色 水分全部都爆光 好 我現在這邊 第一個動作要做什麼呢 濕的 然後濕的粉漿 這樣子是裹不上去的 所以你必須要有一點乾粉 薄薄一層就好 好 再過來這邊 肉的地方 裹到我們的粉漿 骨頭的地方 你可以不用那麼多 有的店家呢 會在這個裡面 再撒一點點的這個黑胡椒粒 主要原因就是 要讓它會炸過 外面的那個胡椒香再出來 其實跟炸雞排類似 好 這個外表部分有沒有 就是粗脆度已經出來了 就反過來這樣子 好 一樣炸骨頭 然後油溫的部分 都是跟剛剛一樣 就是在160的溫度下油鍋 正常炸東西的話 都是一樣160下油鍋 你看那個骨頭的水分一直炸出來 好了之後呢 再把它放進去 好 它開始在冒大泡泡 你的火候不能降下來 一降下來的話呢 你的這個油溫會馬上就會降很多 你的食材就開始吃油了 大泡的原因就是你看 烘起來 就表示說裡面開始在熟成 水分開始在往外卸 就這樣立起來 骨頭朝下 然後裡面有一些什麼 小碎碎的啊 輪到就把它撈掉 你這個油鍋的油 你就可以用很多次 對 就可以用很久 對 不過你如果是炸海鮮的話 炸海鮮完之後 這個油是不能用的 好 現在我們的乾粉可以下鍋囉 好 現在目前呢 大火讓它上色 讓它酥脆 順便讓它逼油 豬排的部分喔 盡量就是不要一直燜著 好了 瀝乾了 我們就放到旁邊去 讓它晾乾一點點 來跟大家講喔 它很好用 可是你必須要這樣子 因為它太大片了 你用一個網子去撈這麼大片很難撈 搞不好你還會反回來去燙到 所以夾子是讓你輔助的 其實這種就是沒什麼粉 這是要軟炸 進來大約30秒左右就好 我們剛剛講到就是軟炸嘛 所以它怎樣炸 它是不會酥脆的 喔 原來 就像這樣子 很多古早味的那個排骨啊 就像這樣子 哇 真的跟外面的古早味 變當一樣耶 香氣呢 當然是這種香氣會比較好 其他的突分就是會有酥脆感 對 好 三種的炸豬排 是 都交給你了 等一下我們就來吃吃囉 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豬排 對不對 應該這三種都有做到吧 來 這個 傳統的口味 喔 嫩香嫩香的 那種薄薄的一層 這真的是古早味 跟你說的一樣耶 它其實還沒有入嘴的時候 就已經有那個香氣了 香氣撲鼻而來 然後你就加了一層粉這樣上去 就會包覆 包覆再包覆 然後這個醃料的配方呢 它可以千變萬化 我可以加一點點咖哩粉 喔 我可能加一點蒜酥粉 就讓它風味再提升 這個就是每一個人 你自己的喜歡 那這三種的這個豬排 應該都會學會了吧 對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 不一樣的炸豬排啊 炸排骨啊 底下留言 你跟我們講一下 跟我們分享一下 是的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那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叮噹叮噹 喔 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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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